好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首先由俄罗斯队发球 发球的是八号 刚查罗 有点到 我们看俄罗斯队上来 似乎就利用了他们的优势 下手还是非常的势大力尘 刚才这一下张昌宁的弓 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 这个球稍微有点到 所以他处理一下 好球 给到张昌宁 但是扣球出界 提出挑战 应该是打手 没错 张昌宁非常肯定 对 嗯 打手了 没错 中队挑战成功 将比分翻成一比 这时候一传不错 好球 满灯天雷 跳好球 这一下篮网 有效篮网 是让中国队组织起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进攻 这一下对手的二次球 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对 反而被对手打了探头 球 球 原新月的三号位进攻 对阵俄罗斯这样的对手 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觉得应该是发球和篮网 因为俄罗斯咱们看的遗传相对来说比较 还差一局 还有一些差距 然后他们的王口进攻也比较凶 所以说篮网这方面我们应该再做得更好一些 刚才也是队友之间的不够默契 其实发球是不错的破坏了对手的遗传 对 刚才那个球原新月倒早了 对 他碰了一下网 就那个球在王口那块 不错 再打 好球 原新月在开局的几个球当中表现的都非常的不错 不知道也是不是今天有这个采访的buff加持 这两天谁接受采访 在片头我们的这个小片中出现 谁的表现就会非常亮眼 好球 好防守 哎呦 他有一些犹豫 对手的14号菲迪索瓦 嗯 节奏有点错开了 嗯 这个球咱们看到刚才露啊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技术特点啊 嗯 这个球虽然有点上网 但是面对朱婷的时候 他摁住了朱婷的篮网手 然后往下缓一下借个力 嗯 然后再往外抹 也是很巧妙的避开朱婷的篮网 没有硬打 没错 好球 原新月 有结果还是打打一些快攻球啊 原新月短飞 嗯 原新月的发球 很冲 哦呦呦 对手也是打了一个快球 嗯 这个球二传上网球抢得非常好 一个单手点给快球 嗯 攻守上的也很过断 嗯 有点上网 不过 哎呦 呃 这段时间似乎中国队好像这个还是手比较生 嗯 嗯 那么说网口这个征求啊 就是后期跳了 他碰完了 中国队再次提出挑战 中国队对队员们也是赶紧交流一下 利用这样的空档 对对手其实刚才也已经意识到了 嗯 自己举手示意自己处啊 中国队再次挑战成功 中国队再次挑战成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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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 眼一将比分搬平 后球要下沉 漂亮 后球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 在篮网我们得到的第一分 中国队在开局经历了一段 守风不顺的情况 在8比7的这个档口 还是领先进入到了技术暂停 刚开始还是比较胶着 一般来说我们准备 像俄罗斯这样的对手 大家在赛前会比较注意什么地方 可能强调最多的是什么呢 强调最多的应该是篮网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篮网的第一分 也是对战术 包括自己优势的一种 对线 因为你必须得给俄网的主攻 接应一些压力 王口的压力 没错 竹亭的发球 对手还是找他们最重要的 就刚才洛瓦这一点 经过调整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女排 渐渐的转回手感 好球 好球 这也是刚才罗外一个拿手线 咱们看他这个扣球还是比较隐蔽性的 他基本都是面冲的网 然后手腕上的变化 你看一个面值打斜 球开网短屏 处理 处理太亮了 眼睛在看到机会的时候 非常巧妙 退了一个对方的后场 这也是老队员的经验 谢尔曼还是比较全面 是 咱们看俄罗斯遗传 也都是由他和资伦来保证 球 漂亮 这次进攻我们看到一传还是非常的舒服 这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的 整个一传对于排球比赛的这种保障的作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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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球 我们看后边的广告板上也打出了monster block 野兽级的蓝网 看一下舅球 哦这一下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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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冰霞 张长宁 漂亮 张长宁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一下打的是千军之力 对手叫暂停 嗯 嗯 在这个暂停期间啊也是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将送出我们前两天一直在演播室当中的那一个签名球 嗯 而今天呢如果大家呃在这个关注比赛的过程当中送出道具参与互动截至直播结束之前本场比赛道具榜的第一到第五名的观众可以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啊也希望大家及时的和我们互动关注女排 我们刚看了一下获得的会是女排姑娘们的亲笔签名照一张啊 啊同时要提醒大家不要错过讨论区的小黄条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鹅场惊喜小礼品 诶 好球 对手一传不好 大条 机会 哦有点进啊 朱婷 好球 不错 还是给朱婷 好球 这一下 一下不行再来第二下啊 朱婷连续的两次进攻 最终将这一球扣着 就停车位非常充分 嗯 这时候这条线选的也是非常的聪明 嗯 还是有意识的匕首啊 嗯 嗯 对 我们看到对手这种平打可能会比较多 嗯 对面对朱婷和远新月篮网也只能选择平打了对 对 对手 嗯 对手可能觉得是打手 对是是挑战啊 刚才画面的板上给出了暂停 应该是对手提出了挑战 嗯 哦 没打 嗯 嗯 还是盼了 可能在逃离之间 碰着指甲了 这 俄罗斯的主教练也是慧眼如炬 抓住了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接触 好球 后三 后排的进攻再次得分 好球 张长宁这一扣是相当有气负 对 任新月发球 这手一传并不是很舒服 调一下 嗯 现在基本俄罗斯进攻就都是由钢查洛啊在 嗯 大包大篮 嗯 确实啊 面对着中国队多点开花的这种进攻 可能俄罗斯队能够选择的这种兵器并不多 嗯 花 二 哦 哎呀 从这个角度看好像是电到了 嗯 咱们现在看俄罗斯打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每个球往下打 嗯 还是通过狼王手打到后区 比较不好防守 咱们看这个球也是打到林立的大臂上 嗯 嗯 这段时间一传不太到位 对 想找一个 嗯 可能想平打 对 稍微 差了一点点 有时候手伤的感觉啊 对 其实也都是这个毫厘之间的事情 这手发球不错 还是一个调功 好球 还是钢查洛娃 抡起大锤啊 对 咱们看这条线是钢查洛娃拿手线啊 嗯 他这个动作就是给篮网的感觉 还是会容易把篮网带到直线上面 嗯 然后从而把他这个斜线控出来 哎 眼神的欺骗性很强 嗯 咱们看今天磕舍烈娃也没有打 没有打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也跟我们的预计有一些不一样 嗯 只有钢查洛娃这一门中跑 嗯 嗯 俄罗斯在 后排防守来多弥补一下 整个的防守体系要建立健全 嗯 在狼王手的空档来防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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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他发的点也发的比较好啊 嗯 是一个5号位的后驱 嗯 咱们看这球发在两个人接客簿上 嗯 嗯 对手的18号帕鲁贝茨 呃 发球好像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名球员 嗯 嗯 好球 压线啊 丁霞自己也高兴 这个球落的也很好 嗯 对手的一个下沉 后须下沉 对对手的自由人也有一个判断失误 看了一下没接 嗯 因为已经过肩了这个球 漂亮 这个球 这个球助行判断非常准确啊 嗯 咱们看这个球其实后 呃二号位还有一点 但是助行 但是助行 及时的看见二船判断二船动作 没错 捕篮跟复工一块把这个球拦死 是的 看我用这个球拦死了 就算我把这个球拦过了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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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好球 这个球咱们看张安宁补偿非常快啊 这个探头也是俄罗斯一个机会他没有抓住 嗯差一点我们的女排队员我们听到声音是喊了啊 调球非常快的反应 但是还是比对手的这个球慢了一点点 对对手15号克什列娃上来了 嗯这个时候是一个两点或三点 嗯换下了钢查楼啊 漂亮 曾成蕾同样用调球为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嗯 有点到了传 哦太渣了 嗯好球 这下也是及时的应变啊 嗯 改球先弄过网 对对手也可能有点慌了 好球 机会 机会 无中过网 好球 曾成蕾利用对手的篮王手出界之后又为中国队拿到一分 嗯 哈 俄罗斯队在关键球的时候叫了暂停 小葵怎么考虑俄罗斯队今天没有同时派上克什列娃和钢查洛瓦两名两门中炮这样的行为 嗯我觉得应该是俄罗斯也想保证一下自己的遗传然后派上两个主攻来保呃相对于全面一点的主攻来保证他们的遗传哦嗯 如果一上来遗传体系失误太多的话他们也自己也会乱 没错 嗯 我们看到今天也是非常的呃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两名对对手最主力的这个攻守没有同时出现 好球 嗯 嗯 咱们看现在克什列娃上来以后还是失误偏多是 嗯 突然的这种上场之后他可能手锋还是要调一调嗯 他是没有找到那个感觉发球不错哦哎呦 嗯 嗯 对手这个力量非常大看我们的防守 张长宁漂亮 好球 张长宁这个球自己的脚下调整的非常好咱们看这个球其实已经到三点线了 最后来看防守 男生哪儿 看防守 好球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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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打的还是很有特点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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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防守取位非常好 来看一下中国队组织 张长宁漂亮 25比20张长宁的中扣 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的最后一分 中国女排现在大比分1比0领先 这一局表现的我觉得在最后几个球是非常不错的 在捷尖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为大家来看一下昨天比赛的中奖观众 我们来看啊 这五名的观众获得了中国女排签名的照片 也恭喜这五位观众 也希望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 大家好 我是袁新玉 9月9号我们将迎战俄罗斯女排 锁定腾讯体育直播为我们加油 新玉 要去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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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打完 肩膀 好 肩膀 肩膀 帥哥,帥哥,帥哥 第二球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听到现场也有大批的中国观众 赶到这个鸣鼓屋 被中国队加油 很多都是这种在日的留学生 机会 漂亮 咱们看现在也是科舍列娃和3号费里斯金斯卡亚先打 他们也是为了多一轮的三点攻 多三轮三点攻 上场您的扣球 对自己也说自己没打着 整个的这个节奏可能稍稍有点偏差 俄罗斯兰王也很高 他也是想高点台 台点打一个后驱 这球打的稍微高了一点 这球没配好 还是给张昌宁 这下被篮网篮到 张昌宁其实第一局的比赛表现是不错的 几次扣球都显示出了十大历程的这样的特点 这个球俄罗斯并得是比较好 连续两次张昌宁的扣球被拦 不知道会不会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球稍微有点拉 他选择限度也比较少一些 调功 还得给四号位 好球 第三下终于打中 他是很聪明啊 并变很快 对 这个就体现出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球伤 在场上及时的调整 三次都给你 我怎么样汲取前两次的教训 出口 得让他来 好球 捏起来 还是给张昌宁 漂亮 也是手腕多了一些变化 没有往下打 看这四个球 每一球张长宁都在进步 球滚在网上 像篮球的涮框一样 慢慢地滚出界外 这个球直接放出来了 四比四平 看下现场发生了什么 应该是技术台出现了一些问题 前两天我们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就是现场突然会停下来 应该还是技术台的技术统计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就这几个球如果在现场的话 大家之间会怎样沟通 比如说对于张长宁的连续的两次被拦中 互相会沟通吗 也会沟通 那如果是这个球说张长宁自己说全球没问题的话 我觉得那可能他就会自己做出调整 自我的这种变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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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比四二中文队再拿一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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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机会 对手也是调整功 嗯 看看我们的 漂亮 这段时间发球发的很好 都是大调球 是的 也给我们增加很多机会 对 日本这个后边的广告牌上啊 嗯 也是跟着这气氛 嗯 超级扣向 好球又是一个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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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一下有一些手段上的小小的放松 好球 你来不来 好球 好球 我来不来 蜜儿 就是 高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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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看朱婷的后三抽力非常的大 是 扣完球整个落在了快球的位置上 没错 对手还是调整 轻打 好球 漂亮 丁霞也是非常隐蔽啊 看着马上要给二传的时候突然跳起来 打一个二次 对 也是看准了机会啊这个球 没错 这是我们印象当中丁霞不止一次这样完成这样的动作 嗯 这也变成了他的一个特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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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也是非常有隐蔽性 嗯 咱们看这个球 其实袁新月也有一定的功劳 你看这个球虽然说丁霞没有给他 但是他还是积极的在掩护 对扯开了对手的注意力和防守的部署 嗯 所以说排球是个集体项目啊 对 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是的 嗯 排球出现输 一 clusters 一 seus 你 两 头 调攻 口牌 防得不错 好球 处理一下 平打了 比分在第二局上来之后还是比较胶着 现在中国队领先一分 好球 这个球其实有一些开网 对 这个球打分有气 对 这是朱婷个人能力的体现 嗯 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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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处理一下 你这也是很大 好球 丁霞和严谨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没错 诶 这时候也是后台进攻 这个球也是看他的实力啊 对 嗯 咱们看科尔列娃扣出来这个球都不带转的 都飘的又飘又重 这可能在场上你接他一次发球 这个扣球会更有感觉 对 真的很难控制 这个球 这个球难度比较大 直角的一个大挑 直线得分 对手的这个调整看一下我们的机会 袁星月轻打 节奏不太好 这个球 漂亮 回身袁星月和曾陈雷双人拦网将球拦住 这个球两人并得非常齐啊 封住了他主要线路 对 嗯 机会进完了 好球 好 主场的生化效果是配的真拳啊 对 好球 一个快球掩护短球 这一下出现了发球的失误 还是想发他一个前排的小球 嗯 两点换三点 对手再次换上钢沙路啊 嗯 这个球对方判断也很准确啊 对 直接就陪着袁欣乐跳 对 球 好 你看朱婷这个后三就等于像当前排在用啊 两点功德的时候你看 相当于我们前排有四个人 嗯 嗯 从感觉朱婷飞在天上的时候像一张弓一样 姿势非常的舒展 好球 漂亮 对啊 周婷再一次判断准确啊 嗯 你能看出来中间蓝网是非常积极的 是 积极的在补篮 嗯 其实他二后位还有一点 他就完全判断出来了 先蓝网快球 然后再去二后位 哎 这时候蓝网也是需要有取舍的 嗯 中国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呃 打的是 呃 变化会比较多 不管从蓝网啊 还是这个后排的进攻 咱们 好 好球 发球直接都分 还是继续张长宁的发球 好球 机会 这手的一团真是软肋 这下 自己也觉得 拦掉朱婷的球 非常的兴奋 这手紧接着发球失误 咱们看第一局俄罗斯还有一些快攻 到第二局基本就没有了 也是跟他们一球有关系 再一个就是 咱们现在对他的快球篮瓦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自己战术变化也比较少一些 对 就只有一个快球 篮他几个漂亮 我们看一下中国队机会 嗯 哎 就完了 呃 出界了 咱们看周星也自己主动的变化 在反击起来的时候 咱们也听见他喊转球 对 这球稍微拐了大的一点点 嗯 咱们看它现在也是在想打平快 就是四号位的平打开 摩洛斯几个挑战 但是效果并不好 对 能看这球已经传出来了 攻守还在往下撤呢 所以他在往上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失误会比较多一些 哦 他真打手了 颜迷的小手指 今天两个队的主教练 在挑战方面也在互相挑战 都能够成功 一挑战一个主 中国队应该是成功了两次 俄罗斯同样是两次挑战两次成功 这种球真的拿肉眼看 真的是比较困难 非常小 一传不是很好 好球 林立这个球调得非常到位 这就是我们说的调整能力 包括自由人的作用 对 之前小葵也在我们在底下化妆的时候 跟我们介绍 自由人的训练非常的苦 嗯 对 一般都是拿发球机直接在一个小黑房子里面 一个人练这样 对 练防守 不停的倒地 不停的起来 嗯 非常的重要 对 练防守 探头 好球 原意的探头 都市队叫战条 都是队叫战条 对 是队车的 不停的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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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7 3 4 8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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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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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攻 哦 这球进完了 漂亮 我们看到俄罗斯队只要这一传到位了 他们还是会选择打快攻 这个球基本变不出去了 咱们看现在在国际大赛中也很少有人打进网球了 因为篮网都太高了 进网球一般很难变出去 都是打一些中网球 过往面会大一些 这手的一传还是没有到位 主攻退后场 好球 曾春雷的手弯一抖 分数到手 这个球也是看见了空档啊 咱们看 在防守车位的时候 还是打到这个线上 对 也难怪对手这个钢查洛娃扣球之后也不高兴 其实确实俄罗斯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整个的变化会比较少 就只剩下他的主攻手往下抡 对 那咱们现在看又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对 还是要加强他们两边的进攻啊 边攻守还是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讲 这呢 这都不错 叫 boats 这个球也是很难防啊 没错 房屋错 漂亮 好球啊 篮网飞向后排 金昆雷自己也开心 嗯 中队拿到局点 就这种高球如果要过中国队篮网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俄罗斯队不得已再次叫了暂停 哎呀呀呀呀 ja 让一下 對 選舉點 对手就这两名主攻手 对 胡萝卜敦玩绿萝卜敦 好球 看完快攻 对手调整 看看在我们怎么抓机会 一个前错 漂亮 延倪 延倪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的最后一分 25比18 中国队2比0领先 小葵怎么看待这两局比赛 我觉得这两局比赛 俄罗斯还是进攻力很单一的一些 咱们看印象当中 好像其他没怎么扣过球 副攻扣了两个球 其他都是克水烈娃和刚超的娃娃在打 所以我觉得第三局比赛 他们还是要想一想 怎么样把自己的进攻调动出来 没错 大家好 我是中国女排的袁新月 在9月10号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 在这里祝全国的老师 还有以及辛苦在前线的教练们 教师节快乐 一直以来都辛苦了 也借这个机会祝我的妈妈 她也是一名老师 祝她教师节快乐 也祝全天下所有的教师们 那个教师节快乐 身体健康 大家好 我是中国女排张朝宁 在9月10号到来之际 祝全天下所有的教师 教师节快乐 也祝所有的教练员们 节日快乐 你们辛苦了 也希望所有分战在一线的教练员们 注意身体健康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一定会好好训练 好好打球 用好的成绩来回报你们的培养 大家好 我是中国女排运动员丁霞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 祝天下的所有老师们 节日快乐 以及为我们默默付出的教育练员们 节日快乐 在这里真诚地道一声 你们辛苦了 大家好 我是中国女排刘晓彤 9月10号教师节就要到了 祝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 你们辛苦了 然后也祝朗岛岸岛 和赖岛岛 包岛 舞岛 然后这些所有的教练们 就是也是就是辛苦了 还有我的1012老师们 然后希望你们教师节的时候 可以过个愉快的节日 然后我们也会在那一天 拿一个好成绩回报您 就我们这一次直播的一个小小彩蛋 昨天也是女排姑娘们看到很晚 连夜帮这个腾讯的观众们录的 也希望在屏幕前 如果您是教师 或者您身边有教师 或者教练员的话 也向您道一声祝福 祝您教师节快乐 其实在整个的运动当中 教练就是我们的老师 包括女排的郎平指导 安家杰指导 包括赖雅文指导 他们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呢 给你如果用一个词来形成郎平指导 会用什么词呢 我觉得像妈妈一样 像妈妈一样 其实确实是这样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这个教师呢 有时候就像家人一样 像自己的长辈一样 在关爱着 对 也是再一次向各位老师 各位教练员 祝你道一声祝福 第三局的比赛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 嗯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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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开始了 嗯 开始了 嗯 嗯 开始了 嗯 开始了 嗯 嗯 有胆皮啊 没错 哎 咱们看这一局 柯舌烈娃和刀叉乐 都没有上场了 嗯 看看俄罗斯队寻求了贼 怎样的变化 嗯 在没有两名最重要的进攻球员的情况下 他们会有什么样更多的变化能打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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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进攻也很凶啊 没错 对中国队也是一个考验 原来中国队打顺的时候都知道要防那两个点 但是现在全场的六个人可能就每一个人都肩负着进攻的责任 而我们要防哪个点也是需要考虑的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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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好好打球 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期待 但打球的时候真是虎虎声威 嗯 很有气势啊 对 嗯 好球 好篮网啊 这个球咱们看他打的时候 最后只有一条线可以选择了 嗯 没办法 篮网 漂亮 三人篮网咱们看中华队篮网也很积极啊 对 最后的快球 嗯 十四号飞机锁吧 两个队员有一些抢 这个球 难度还是比较大一些 对 破坏了我们的一团 这个球发在两个人进合步上 嗯 嗯大条 好球啊 咱们看这个球注定调整非常好啊 没错 他这个投力的非常的好 正好立在那个最高点上 嗯 要不然你看 咱们这个球是有点快接近于直角的扣球了 是的 嗯 张长宁这下也是接的舒服 嗯 咱们现在刀尾球手还要着重看下他的快攻啊 哎 奥斯大尾打的不太顺 对手换下那两名球员之后 好像快攻也增多了 对 不用重炮改用轻武器了 嗯 对于他们的依赖性也比较强一些 对 球 漂亮 咱们看这个球张长宁非常聪明 这个球很高 是一个大条球底线调上来的 对 但是他的脚下一直在调整 做出调整 嗯 碎步啊一直在找球 对 对 嗯 稍微大了一点 嗯 没有急停 嗯 节奏不太好 轻调一下 又到了 漂亮 哎呦 看看对 对手的防守也非常顽强 看一下我们的调整 嗯 好球 俄罗斯的防守也很顽强啊 没错 这个阶段 这一局我们能够感受到俄罗斯的这种变化 嗯 防守的积极性也提起来了 对 呃 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 袁星月中间有一个进攻是这个 调整啊 选择了轻打 嗯 但这种主动的选择轻调和被动选择轻调 其实还是会不太一样 嗯 嗯 对对 我球 还是希望我们的战术当中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种主动的选择的变化 嗯 被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球配合的不是特别好 哎 所以他只能被动的处理一下 不得已而为之 嗯对 如果是主动调球 就是他在上步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看见那个地方有空档了 嗯 他会选择一个调球 上来就选择掉球 没错 嗯 嗯 8比7 率先进入到第一次的技术暂停 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关注比赛的同时 送出道具 如果您在比赛结束之前您排在榜单的1到5位的话呢 您就将得到我们的送出的女排签名照啊 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小礼品 嗯 火球 对手无功 嗯 好的 好的 给一下 也是发球送给对手一分 嗯 好球 好球 嗯 碰王子 好球 我们看到了 相对前几天来说 铭谷屋这个体育场今天到场的观众不算少啊 嗯 没有日本队的比赛 现场还是做了不少的观众 对 现在是一个上午的比赛了 对 今天也是一上午比赛的第一场 这一下对手的力量还是非常大 球 漂亮 朱婷的强攻 这一局开始之后打得非常的聪明 朱婷宁这球跳得非常直 看见狼王手以后直接打一个打手出界 镜头捕捉到了冰冰 钢叉洛瓦有一些落寞的神情 继续 这一局来的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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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这球 这个球节奏稍微有点不太好 跳起来的时候球还没来撑了一下 没法 看一下旧的情况 对手也是在绝对机会出现的情况下选择了大快 对 我们看到对手的14号飞机索娃 似乎在这样的快球进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两条线还分化得非常开的 一个斜线一个回手线 这球掉头了 差一点 这个球可能是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中国队看到对手这一段的势头比较猛 也是及时叫了一个暂停 中段的时候对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手 来 来 来 好吃哦 从头来 嗯 失配了 这一下其实我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也是有一些慌乱 这个球调整的时候 呃 烟尼跟那个原新有点犹豫了两个人中间 嗯 这个球两人谁来都可以 哎 采盘还没给哨了 对 我们看一下还是技术统计台上 嗯 可能是电脑有一些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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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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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